好,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馬 中心未來埋便透出 見到的就是見備 最後八多米 羽龍共舞已經在中檔透出 星期日6月7日跑10場 田草用絲欄 這組很特別 只有三隻馬是上仗之後沒有被減分 這三隻馬正常來說都要選 步速方面 估計有隻奇峰 黃金元帥應該留著一點 但是劍列峰 放馬過來也可能會比較前置 我估計是一場正常 但未必會是偏快的步速 奇峰季內跑了很多場 但是贏了兩場之後 也剛剛跑了兩場第二 評分仍然低過季初評分 38分當然有利 剛剛那場慢步速也好 尼前置也好 起碼他先捱到 而且彈掉後面三四名 季尾通常都是前置比較好一點 因為已經很難追 體力用得差不多 所以我不排除他正常步速 控制著步速形勢 他有權賺到三四名 五歲仔輝煌巨星 季內也跑了九場 之前有一場田草千八米 就跑得不錯 跑第二名 之後跑場二千米明顯不到 千六米又嚴短 二千米又嚴長 其實如果他跑泥地的1650 或者千八米 我覺得他更加適合 但是始終季內有十二檔 都可以跑第二的賽職 而且那場賽職很實 我覺得他在這一組可以欠個位置 八歲老馬千金一樂 終於下回五班 但是季內跑了五次 都是大敗 完全沒有各族興趣感 我想暫時選不到 四歲仔至聰明 跑了八次都是全部得落敗 但是有一個第五名 第五名不算很聰明 但是起碼一千六米 四班 四月八號輸了之後 減九分 可以落去五班 看看他的功夫 四月八號賽後 他休息了五天 才出來神操 但是五月八號 他又四月一貨集 就贏出 剛剛五月二十九號再試一貨集 很快的時間 但是他追下去的勢頭很好 輕鬆 明顯地狀態來了 而且現在評分三十九分 在五班真的有些好處 看他的血統應該是一隻千八二千馬 來的 下班他立刻大力打磨 感覺上他真的很想盡快交代 盡快贏馬 四歲馬 小福將 Cae Blanco的兒子 下線是十秒 一直都覺得他是一隻千六打上的馬 那千八更加好 但是他落了五班 跑兩場 一個第二 一個第九 上去四班 沒有什麼威脅 不知道會不會真的落五班才行呢 而且這場馬的最佳跑法 究竟是前置還是後追 中置還是怎樣 要不要眼罩好呢 我一直都覺得他是一隻有眼部配備 會幫到手的馬 看看到時會不會加個眼罩 或者加個羊毛面 算來算去 他是正式的 評分也有少少微利 不過 算上狀態 算上同場對手 看來他也是一隻位置馬 劍力鋒 貴內贏了兩場馬 但是看看他贏完馬之後 44分贏了上去五十分 之後就連續輸了七八場 終於現在落來五班 是否一六五班立即可以 我有少少懷疑 因為看他近方 不是這麼好 可以說評分肯定有優勢 前置 但感覺上他好像跑不回上 不要說上季 季初的水準 我怕他現在始終馬防龍已經贏夠 我有少少擔心他輸了一兩場 在下年才會用 但如果投注四重彩 一定要兼顧 八歲老馬 君臨大地 其實要看血統 應該是一隻二千米打上的馬 但是在上一手 很有趣 只有1600米 1800、2000都不適合 可能我評分減到差不多 所以他落到五班 跑1800、1600都沒問題 但是他現在37分 被動 要後追 我有少少擔心他追不及 所以這些馬四重彩 拖票算數 六歲老馬 凌峰 季內跑了八次 有兩個 PACE 一次是田組1600 另一次是田組1800 他的後追力不錯 而且他4月29日後 試一貨集 馬會的評語就是 居後跟跑 未見街柱 但是他過中店後 是有點追細 這隻馬肯定還有分 除了在Youtube分享賽事拆局分析之外 我亦都有在以下不同的社交媒體 和大家做互動 如果大家想聊一下馬仔 和知道馬圈最新的資訊 記得去Facebook找一下 馬幾仙賽馬心得分享及交流區 三歲仔高耀晉升 都已經輸了八場 沒有一場近 雖然谷草那場1800米好像追少少 但是上場再跑長少少 就完全在前面賺也好 都是回來散散 我有少少覺得這隻馬子 只要減3分 我覺得他好像想繼續減分 下年二十多分起步 會更好跑 放馬過來 鬼內跑了七次都輸了 在五班都是沒有表現 雖然之前試襲都試得不錯 但上場了 在前面走 可能走得太快 回到來完全散散 今次如果他能夠跟到奇風 或者拍著奇風在前面走 我其實不排除他有位置 因為他的狀態已經到位 評分也有優勢 如果下雨更加適合 四歲仔有盈利 Rock and Pop的兒子 轉馬房之後跑四次 有一個第四 跑完第四名之後 人們便開始說 五班很有優勢 會不會隨時贏得 但我看他的陣上 不是很厲害 那個第四名也輸得很遠 我暫時真的選不到他 六歲馬王金元帥 其實在上場入位之前 我都已經跟大家說過 他在有一場田草千八米 包尾追上去 直路是有勢頭的 所以我都說 這隻馬要記錄他 所以之後跑一場 4月29號菊草千八米 我都說要拖 但誰知道他跟了前後 就散了 所以上一場 用何宅堯排了七檔 我說留著少少跑 會很好跑 結果26倍入到Q 其實這隻馬 現在才起 現在才適應 可能因為下線就是D6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比較遲熟 慢熱一點 現在狀態非常好 我覺得可以爭Q 瓊進飛鷹 季牛跑了11次 一個Win一個第二 兩個第四 他每次跑完之後 都要熱一熱身 兩場都跑得很好 身亦熱夠 你是唯一擔心他的評分沒有優勢 以及他究竟是前置還是後追 如何跑會好 真的要看排檔才知道 所以在這一刻我會放下去第三選 四歲馬最聰明 Fastneck Rock的兒子 轉了馬房之後 上場排個14檔 2200米 追下去有少少細頭 不是輸得很遠 現在只有23分 如果再輸的話 可能會20分都沒有 接著就要出局 所以我覺得鬥志會好鮮明 而且轉了馬房之後 我覺得有少少生氣 我認為又是冷門善如彩腳 第一後備馬開心大師 季內都跑了13次 贏過馬 匹也有幾個 但是他好像是一隻1400、1600馬 1800未必到的馬 第二後備馬余木春風 之前都說過 其實這隻馬狀態很厲害 唯一就是要想一下 究竟他什麼地會比較適合 他後不後追得到 補足夠不夠快 這些是麻煩的 我始終覺得是一隻 跑泥地更加適合的馬 怎樣都好 補足才算 這隻馬 就這樣看了報名表 我選擇的馬就是 自聰仔 我覺得這隻馬 做足準備而來 應該有十多倍 希望不要用大師傅 黃金元帥 很厲害的 拼搏有度 我覺得他可以後追一直 差到Q 勁進飛鷹 真的要看一看 1800米未必是最適合路程 2000-2200米可能會比較適合 但他在這組上 其實可以欠位置 其風我擺在第四選 原因是我覺得這組的報速 不會很快 我覺得他可以在前面 賺到一些報速形勢 少龍彩腳方面 輝煌巨星 少福將 劍獵風 君臨大地 凌風 放馬過內 連一支聰明都要考慮一下 早晨 排位了 原來這一組弱的馬 最終決定要放在第四場 應該 這場馬 退出了兩隻馬 少福將 和高搖晉升 幸好我真的 做定了那個 策局 講完第一後備馬 第二後備馬 如果不然 就現在你也這麼弱 我也補一句 現在的第一後備馬 黃桃 最多都是拖翔翔腳 排位之後 看到智德仔排在14當 很難跑 所以我 我沒有可能把他第一選 我最多都是三四重彩 拖翔 始終是一隻未上過名的馬 來的 祈風用周俊落 減10磅 是會很賺 但千百米真的不太到 我建議拖翔腳 補出了 開心大師 和魚木春風 我一直都說 我很怕魚木春風 因為 千百米會好 如果有雨更加好 減了5磅 也好 狀態 很健康 所以 不能不選 他 很麻煩 現在補出了兩隻馬 全組三隻馬 是上場跑完之後 加分的 另外還有一隻 勁進飛鷹 上場跑完之後 沒有加分的 基本上你不能不選 這四隻馬 基本上 基本上 所以我就想想想 算了 簡單一點 魚木春風還在頭 這場馬有補促 博他追一隻 黃金元帥 排八檔 其實最應該是選擇他做膽 不過 臨場只有四五倍 我寧願拼他跑第二 就是三 他很健康 其實 到了 勁進飛鷹 不能不拖 但純粹拖腳 何銘年 這陣子 無寶不樂 很飄乎 奇風 拼他在前面走 大家都知道 周俊樂有多厲害 我認為 就是 第四選 怎樣都要拖一票 純粹拖一票 如果你打算 投注赤龍彩 我覺得有幾隻馬 一定要拖 例如 輝煌巨星 劍烈鋒 軍臨大地 腳比較多 但如果你搏 半冷門 魚木春風也會有 然後腳 我想是 奇風 黃金元帥 勁進飛鷹 會比較好一點 其他馬 都是邊線很重要 智聰明快樂 一檔會賺 所以 我想想想想 我第五選 都是買一隻最聰明 冷一點 都不要一隻十四座 他最聰明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條片 請記得給個讚 以及訂閱支持一下